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豆腐意外的是 如此大的果饰 竟然只有上下左右四个格子 而棺木则放置在 果饰的正中央 之前说过 果饰是放陪葬片的 一般会分为很多格子 陪葬的东西越多 格子也越多 同样 棺果也越大 但眼前这个棺果够大 那里面的格子却只有四个 靠顶的一个 里面放置一块黑色的蜂窝状石头 蜂窝状的入口处 隐约可以看见无数东西在爬 由于灯光打得很近 因此里面爬的东西很是清晰 是一种头发丝粗的蠕虫 密密麻麻 看得人头皮发麻呀 看得人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我立即意识到 这或许就是那种飞虫的幼虫 在果实左侧 放置着数个黑色的东西 一看之下 我的心脏都要失控了 因为那是几个拳头大小的 镂空玲珑球 赫然就是我曾在壁画上 所见到的七盏灯了 但是有一点不对劲 灯的数量不够 少了两盏 里面只有五盏灯 灯的顶部各有一个 不同的人物造型 那人物呈现出一种倒三脚性 脸上各刻了一个字 代表着灯的身份 但这些字和之前墙上的字 是一样的 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爷爷队伍中应该是有认识的人 否则也不会写下那段翻译 豆腐吃惊地说 少了两盏 怕生是吕宋和另外一个人拿走了 你说他们拿走的是哪两盏呢 我摇里摇头 目光盯着那剩下五盏灯就说 错了 你忽略了一个很古怪的问题 我问你 如果是你 你会拿哪一盏灯啊 豆腐想了想 忽然一拍脑门 露出恍然大雾的模样 跳脚说 他娘的 我肯定全都拿走啊 这么牛叉的东西 谁会嫌多呀 顾大美女这会儿也在我们旁边 声音有些虚弱地说 对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问题 为什么就拿走两个呀 豆腐摸了摸下巴说 会不会是当时带不了啊 我摇里摇头 相信我 如果这七盏灯能力是真的 就算扔了包袱 扔了衣服 扔了所有的一切 也不会丢下他们的 豆腐又揣则说 难道关于他们的传说是假的 所以才没拿吗 我没说话 事到如今 或许这就是真相 根本就没有拿其中能力 想想也知道啊 这力量确实过于变态了 如果真的存在 那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啊 豆腐说完 随意拿起其中一个 那镂空的球体里面 还有一个密封的小球 小球表面有很多正方形花纹 周围一圈有数个灯芯 才显露出灯的模样 但都是铁制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图有灯形的东西 豆腐猜不出 这究竟是哪个灯 便捧着灯试验 谁能谁能 请满足我一个愿望吧 我想长生 他许的是生等的远 我一时有些无语 不知道该不该打断他 豆腐说完 又挠了挠头 又说 长生现在一时半会儿呢 也试验不出来 于是他继续说 我想青春永珠 这个好像现在也是不出来 豆腐又说 我想百病不生 顾文敏插嘴说 这个好像也是不出来吧 豆腐不好意思 抓了抓脑袋 凶色地说 这个可以是出来 你不懂 紧接着便转过身 便听一阵嬉戏松松的声音 何元是在解裤子 虚语 豆腐愤怒地转过身 说 也不是 继续 他直接跳过死灯 指着我们前方的尸体 就说 让他活过来 依旧没什么反应 豆腐又说 我要像超人一样可以飞 依旧手无反应 豆腐撇了撇嘴 将球一扔 说 证明完毕 根本就没什么神力 这些造型古怪的灯 平平无奇 黑色的外表暗淡而陈旧 看来这神灯之说 也只是以鹅传鹅呀 夸张而来 不过 这七盏灯 既然能被收敛在棺国里 即便没有什么神力 恐怕也有其独特之处 这时 我们的目光移向右边 那里放置着一个 狭长的木匣子 有点像是古时候 装武器用的刀匣 或者是剑匣 盒子已经有些腐败的迹象 童所似乎也已经被 上一批开关者破坏过了 豆腐将木匣子揭开 紧接着抽了口气 压低声音说 太酷了 是一柄青铜打刀 说着 伸手准备将刀 从盒子里拿出来 刚拿起一半 我们身后 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不要动它 是专锐 中人回身 果然是专锐和中工二人 豆腐被这么一惊 手一松 刀又回到原位 豆腐惊道 你们来了 来得可不巧 一会儿啊 你们会又互悔 进来这鬼地方的 这地方进得来 出不去 专锐二人十分的狼狈 甚至身上 都有些溅了血的伤口了 他甚至没有回应 豆腐的话 而是急不走到我们之间 就说 这把刀不能动 豆腐眼珠子一转 怒道 土豪 你这样可不行啊 都这么有钱了 还要跟我们几个抢 这倒是我的 谁也不给 专锐一瞅一郡的脸上 露出一个十分古怪的表情 像是震惊 又像是怒气 更多的 却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让我心中有些警惕起来 他没有理豆腐 而是目光紧紧盯着 木匣子中的刀 他说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吗 豆腐说 刀啊 青铜骨刀 好东西 豆腐虽说不会长眼 但基本的材质 却是认识的 青铜器这东西 年份摆在那里 离不了 专锐意味深长地 看了豆腐一眼 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刀 就不会想要了 我察觉出不对劲 便说 什么意思 难道这刀有什么问题吗 紧接着 专锐讲起了这把刀的来历了 听完之后 众人面面相觑 却没有人再敢去碰它了 区别这把刀最醒目的特征有两个 第一刀没有开封 第二刀身有游梦图 所谓的游梦图 乃是细微的文式 十分抽象 仔细看什么也不是 反而要粗略去扫视 才能看清奥妙 我们几人试着往上面扫视几眼 果然发现了游梦图 指尖上面 赫然是一个穿着披风陡棚的人 侧卧着 头顶上方的位置 似乎在显示他的梦境 梦中是一个睡觉的人 同样 那个人也在做梦 然后 依次往上递 到最后处 就是一团乱麻一样的花纹了 专锐进入竹墓室的第一眼 便瞧见豆腐手里的刀 自然也扫到刀身的文室 猛然便想起游梦图 于是立刻出手制止 这刀上的游梦图 有何奇特之处啊 据说啊 此刀与包公有关 包公成奸除恶之时 曾与鬼怪害人 束手无策之境 有一晚做梦 梦见有神人刺他一柄刀 名为震魂游梦刀 握住此刀的人 立刻便会三魂沉睡 七魄离体 永远也醒不过来 包公第二天一醒 床头果然放着这一把刀 和梦中一般无二 他当即带这把刀 去找那恶鬼 将刀一刨 那恶鬼接招之后 便倒跌不起来 收服恶鬼之后 包公思考 这刀只有自己能动 万一旁人不小心 拿在手中 岂不是害了无辜吗 这么一想 便将此刀连同那恶鬼 一同掩埋 从此销声秘迹了 豆腐听完 惊讶说 你是说 这玩意儿是震魂游梦刀 我怎么没听过这事啊 再说了 那刀不是给埋了吗 怎么又在这个地方啊 话音未落 豆腐猛得一惊 看了看 关过中央的棺材 倾倒 我靠 这里面不会就是 包大人埋起来的恶鬼吧 老山 我历史不太好 你帮忙算算 我心中算了一下时间长 包公是北宋时期的人 居今大约一千多年 这时间上 赫然与帝鬼王存在时间吻合 不由大害 心说 难道这帝鬼王 是被包公给埋起来的吗 不对呀 既然是埋妖孽 何必还修建 如此壮观的帝宫呢 再说了 北宋时期 包公也不算什么大官 既无这个权力 也没有这个财力才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豆腐爷爷说 这传说肯定有问题啊 这地方明明是 帝鬼族的群葬地 包公难不成 把整个帝鬼族 都给灭了 转锐不冷不热地说 想也只说 难免实实 如果不信 你可以试试 豆腐不信邪 说试试就试试 刚才几盏吹得神乎其身的灯 我也试过了 咋没见个动静啊 古人就喜欢夸张 说罢便伸手去拿刀 这是 中公冷冷说了一句 里面的东西放出来 你负责 豆腐那怂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中公这么一说 顿时迟疑了 看了看我 弄出一个求救的眼神 明显是在说着 兄弟 看紧搭话呀 赶紧的 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